拉麵來台白色湯頭加上肉片 看起來超濃郁 一碗400多塊錢每天大排長龍 卻有客人吃到這一碗 夾出這塊豬肉居然整塊都是紅色 看起來好像生的 豬肉沒熟能吃嗎 那個當下看到是覺得有點太過生了 林先生PO網詢問這麼生 大家敢吃嗎 網友狂概樓舒肥不是沒熟的藉口 欸不是你這片太生了 要想一下這是豬肉欸 你那個感覺沒炙燒過 確定不會出事嗎 生到我覺得豬都坐在前面對我笑 看完他們留言反而還比較怕 對 因為大家好像都覺得這個就是生豬肉 在台灣的香檔裡面 豬肉就是要吃熟的 可是他剛剛拍的那個豬肉 真的太生了 他剛才在上菜的時候就有講 這個是酥肥過的 豬肉上桌前還會用噴槍炙烤過 但比較其他碗麵 當事人這碗整塊豬肉超鮮紅 被懷疑沒熟 其他碗顏色似乎沒那麼深 難道熟度都不同嗎 店家說是舒肥料理低溫烹調過 真的有熟 如果消費者不能接受 會用噴槍再度加工 拉麵上的鮮紅豬肉 血色真的太明顯 難怪被誤會是生肉 記者高雄報導